哈喽小伙伴你们好,我是小飞翔 那么你们有看过头脑特工队这部电影吗 这个冰棒你们还认识吧 这个粉色的大象 今天我被他们困在了这个豪宅里面 看起来他想把我们留在这里 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想办法离开 这个床要收集十个 从好像我最近的这个这个逃生游戏 没有收集起这个道具 今天我们就好好来玩一下 好好来探索一番 能不能收集起十个床 并且离开冰棒啊 他居然想把我们 居然想把我们这个留在这里 电影里的结局 他好像是牺牲了自己 是吧 有看过的小伙伴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啊 嗯 我们看看还有一些重重 按下这个按钮 三张床没有漏掉了吧 我们现在必须得仔细的观观看 每一个地图 有没有遗漏的床 每次到后面就漏了一两个 这这 飞 能过去吗 哎刚刚好 不多不少不少 刚刚好 这边有床吗 没有床吧 我们怕竿子的镜头有一个床 然后被我们遗漏了 好 按下扎钮 电梯缓缓上升 这是床吗 这是床 四张床了 已经 他的豪宅原来是这样的吧 哎 哎 呦呦呦 怎么卡了一下 分色大象冰棒 虽说 你人很好 但是你也不能把我们困在这里啊 哎 掉下来是理所当然的吧 跳不过去啊 噔噔 噔噔噔 呦 来到了后面的仓库 开门 走廊上 他不会开始追我吧 哎 哎呦 吓我一跳 哇 果然了 你直接画 哎呦 怎么只有一个头了呀 但是 你跑的不够快 找找 床 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还是右边 都可以走 那么床呢 还有五张床 为了保险起见啊 我们是特地过来绕了一圈 呦 他来了 在他来之前 我们离开这 哦 他家这么大的吗 豪宅里面还有体育馆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哦 再往上走 走 哎 这里有一张 小床 这床一会儿小一会儿大的 哦 六张了 今天我能完成任务吗 你们看小微笑 行不行啊 然后呢 是要 滑下去吗 哎哎哎 哎呦 如果不起跳的话 很有可能 就进入这个岩浆里面了 不知道你没有发现 我小微笑玩到现在 还没有死亡过 哎 独木桥 区区独木桥 我可是当过卡车司机的男人 休想 困住我 平衡木 哎 走 没有露掉什么 没有露掉什么床吧 我怀疑 我怀疑有的床 是不是只能买这枚的道具 才能 才能吃到啊 开门 呦 充满着毒气 哎 哎 哎 怎么在这里死了一次啊 啊 有毒气 哦 得按下这个按钮 然后毒气会停止 应该会停 停止 停止喷 停止喷 再转 哎 关了关了关了 关了我们就可以走了 OK nice 哇 呦 这什么 这什么 一个巨大的草莓 那 哈喽 没什么事好像别 我去碰一下他吧 没什么事好像最好别去招惹他 嗯 草莓 他的零食吗 哎 又来了 哇 他又来了 冰邦 又来了 没有 没有 没有小床 往哪儿走呢 感觉来到 来到了他的教室 拜拜 哦 拿这个 哎 哎 什么意思啊 拿这个木头叠起来 哎 再点 要叠 三四五层的样子 再叠 再叠 能跳上去了吗 好像还 好像还差一层 我再叠 哎 再叠 还不够吗 再叠 哎 好 嗚呼 把我们吹上去 好久没有收集到床了 这是什么 这是哪里 这是哪里 跑弹 扔他 没扔中 哦 扔中了 扔中就出 扔中之后就会出来一个 出来一个桥 让我们过去 然后转动这按钮 哎呦 保险库的大门啊 啊 然后就搬箱子 哦 三个箱子 这次只要三个箱子就可以了 扔 我扔 好 然后呢 下去之后会是哪里呢 怎么这么长啊 这么长吗 好久没见到 哎呦 下水道的夺命齿轮啊 哦 哦 捕鼠家 他家是不是一直来老鼠啊 哦 哦 哎呦呦呦 后面什么声音啊 哎 哦 这里还有陷阱 还好我走了慢 走上去不就被刺了吗 哎呦 好久没看到床 床 然后 沿着又是通风管道 哎 哎 怎么吹下来了 我们平一下 怎么回事啊 开门 他又要 我感觉他又要追我了 这里有一罐能量饮料 我直接喝下 二话不说 直接喝下 开跑 登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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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 超级加速 这么细吗 登登登登登 去哪 这是 还可以再喝一罐 二话不说 再喝一罐 登登 再次开冲 没有什么人来追我吗 感觉好奇怪呀 好难关啊 这个 哦 还不如这个 哎哎哎哎哎 让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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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跟着他的节奏跑 我就可以完全的避开他 我们不停的在利用这个通风管道穿梭各个的房间啊 各种房间来躲来找到这个出口 我们现在在迷宫里被困在他的豪宅 他豪宅里什么都有 甚至有教室 死了吗 甚至有教室 还有健身房 这床应该不会死在空中吧 还差三搜床啊 上来 哎哎哎呦 一会上一会下的 我们又下来了 这是他在哪里啊 攀岩 还有攀岩 啊下面好多次 哎哎呦 火屁 火屁 这是只笔 管理人 哎 笔能吃吗 笔也能吃 火箭筒是干什么 直接打他了吗 哦 他发现我了 那我们只能把你击败了 而且他的血量特别的多 有点问题 他这个血量 哇 还有冲击波 离他远一点 离他再近他就会发动冲击波 他一般的血量已经没有了 我感觉他要发动冲击波了 离他再近他就会生气 这个冰棒长这样的吧 和动画力也差太多了吧 哦 他生气了 召唤了50 你还有超能力呢 但是没有用 倒下 有床吗 这里 这么大的地方都没有床 进入学校了 还有两张床呢 噔噔 哎 过关了 啊 这次我已经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也没有发现那两个床 我严重怀疑是必须得 买什么飞毯道具 到上面吃的 看我视频 仔细看我视频下好吧 应该是发现没有任何的 我没有任何的遗漏两张床 对不对 这边有我们的奖励的头盔 哎 好丑啊 章鱼吗 这个 还不如带个发光的南瓜呢 一环套一环 一排的道具 我们都可以选择 还有天使翅膀 恶魔翅膀 我的天 挺酷炫啊 难道我们还能变成 哦 清除了 狼人头 哎呦 这里面脑袋怎么都这么大 哎 等一等啊 准备好了 这个是干嘛 我们还有很多道具没有玩 炸弹 不是 这里有摩天轮碗 啊 还有温泉炮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塔可以爬 我们从 爬上去看看上面有什么奖励 好吧 我总很好奇啊 小飞翔 很好奇爬到上面到底有什么 待会儿好吧 等待一下 爬上去看看 我总觉得这个塔不一般 上面应该会有个什么成就之类 最近跑酷都没有给我什么成就啊 我上来了 好 什么都没有 被骗了 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个高塔而已 好 那让我们一月二下 今天游戏就到此结束了 下期再见 拜拜